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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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很久了 很正確 王守韓宣說是第二次碰面 副總統賴清德府內接見來訪的 美國前白宮國安顧問波頓 臺灣在蔡英文總統的領導之下 一定會堅定跟民主國家站在一起 捍衛區域的和平 維護臺灣的民主自由 還有經濟的發展 確實很尊菜 只是賴清奇也頻頻扎緊修外交學分 尤其臺灣跟巴拉圭的邦怡期末考 剛過關 一日早上外交部和總統府 分別發新聞稿祝賀 賴清德推特六分鐘後 用英文恭賀巴拉圭總統當選人潘米亞 也說期待兩國繼續合作 而十三分鐘後 趕緊補上西班牙文版本 總統下午一點多才發魂 賴團隊動作超級級 是為未來布局嗎 那臺灣一定會派出特使團 而特使團是由誰擔任 這是總統的專屬職權 我們不便意測 由賴清德出席 八國總統就職不是沒可能 去年一月他就去過 前友幫洪杜拉斯總統就職 年底更付帛琉國事訪問 只是非南美洲的巴拉圭 勢必得過進美國 確實在僑借還有包括海外的關心 臺灣未來走向的一些朋友都很期待 賴夫能夠出訪 如果他能夠出訪美國的話 他將他過去的一些相關的論述 再做一個主義的整理 八國總統就職定在8月15日 若真由賴代表出席等於去城跟回城 都會經過美國 很有可能藉此走訪東岸跟西岸 會見美國政界商界和僑界 也憑2024總統大衛勝亮 我想美國人到現在最關切就是 他務實台獨工作者的重新詮釋 台獨的標籤怎麼樣被淡化 撕掉是不可能 但是只要他能夠淡化 他就成功一半了 沒其他政黨參選人的來去自如 但台瓦關係鑽石穩固 也不乏是出門的好機會 TVBS希望宏福華留聽聽他不懂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 文化重點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